十几年前,一部《还珠哥哥》风靡两岸三地,也让古灵精怪的小燕子赵薇一夜爆红,至今仍是一线女星,而两年后不出的《还玉公主》火爆程度不输《还珠哥哥》。 由于剧情人设相似,两部剧的主角也常被拿了比较,然而现实中,《还玉公主》的饰演者郑嘉瑜发展却远不及赵薇。 1995年,郑嘉瑜进入娱乐圈,不久后受到导演朱炎平赏识,和苏友鹏一起出演电影《情色》,郑嘉瑜在剧中大胆裸露与苏友鹏上演多场激情戏。 两年,郑嘉瑜在《还玉公主》中饰演女一号,郑嘉瑜则凭借剧中刁钻的《还玉公主》一绝爆红。 拍摄《还玉公主》时,郑嘉瑜和男主角孙耀威因戏生情,然而2001年初,孙耀威却突然单方面宣布分手。 孙耀威是郑嘉瑜第一个正式交往的男朋友,郑嘉瑜失恋后极为痛苦,甚至一度患上忧郁症,花了差不多5年时间才走出阴影。 郑嘉瑜在患病期间转战内地,拍摄了一系列电视剧,但人气已大不如前,后来在2009年正式宣布吸引。 之前媒体江华猪哥哥与《还玉公主》比较时,郑嘉瑜还炮轰赵薇,称赵薇的走红全靠运气。 琼瑶把剧本写得太好,如果自己来演,肯定比赵薇更红。 45岁的郑嘉瑜进赵,如今赵薇结婚生死后仍大红大紫,郑嘉瑜却至今单身,事业也不顺,令人唏嘘。